馆长也怒了 自爆影片受访徒倒地连滚五圈 网一看全校长 明镜党立委赖品于24日出席医药记者会 会后遭中天记者追问父亲赖静灵相关问题时不慎摔倒 却反控中天记者推他 而知名网红馆长陈志汉24日就在脸书上也是出一段影片 画面似乎暗放赖品于不慎摔倒的样子 直呼你为什么要推我 引发讨论 赖品于今日出席记者会时 会后遭记者追问父亲赖静灵相关问题时不慎跌倒 还高喊不要推我 起身后反控记者推他 高呼不要推我 为什么要推我 你是哪一家的记者 你上次也推我 叫警察来 又单引号 而馆长金月也在脸书上以及RG上释出一段影片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馆长先是被许多拿着麦克风的人围住 随即就被一旁的脚架绊倒 馆长倒地后更直呼你为什么要推我 甚至还在的连滚五圈后站起来直问你为什么要推我 是哪一台的记者 而这样的画面一出 更引爆许多网友在影片下方留言直呼本日最经典 好好笑太可爱了 泪马耳滚 滚记一流 这个推力超强让阿管翻了好几圈 我笑到翻了 会不会翻滚了 学起来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